巴基斯坦一列客運列車遭到了炸彈襲擊 至少有14人葬命、50人受傷 一個當地民族分裂組織 隨後宣布對這起攻擊事件負責 相信他們是對政府此前采取的軍事行動進行報復 爆炸後的火車燃起大火、黑煙滾滾 這列火車原本是要從巴基斯坦的比路支省 開往旁正鋪省 可是當乘客在中途驚停的西比火車站上下車時 其中一截只供男性乘坐的列車突然發生了爆炸 車上的乘客被緊急疏散 根據當地醫院的數據 至少有14人葬命、50多人受傷 當地一個名為團結比路支省自由軍的分離組織 聲稱對這起爆炸攻擊負責 因為政府在星期一對他們採取了軍事打擊 並且抓走了多名武裝分子 這個組織還警告未來可能發動更多的炸彈襲擊